來吧! 大家好 我是亞美將 今天亞美將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 在這一段期間 亞美將在曼谷住哪裡 我是住在BTS ANU 這一站 然後這邊有一個飯店叫做Kastu 嗯...相信呢應該有蠻多人都知道這間飯店吧 對不對 好啦,那今天假設 如果你住在這個飯店的話 這附近周邊有什麼 好吃的、好逛的、好買的呢? 有很多 首先呢我先跟大家講一個 在附近的飯店走出去的巷子外面呢 就有一間小七 對,那間小七我還蠻常光顧的 我在想它的 其中一個柱子應該是我貢獻的吧 呵呵呵呵 你就知道我買了多少了齁 東西真的很多 所以啦我是建議大家呢 就是可能去外面玩 玩回來之後呢 在小七逗留一下 買一些你可能要的伴手禮啊 或是肚子餓宵夜啊 一些東西可以吃齁 就從那邊去買 還蠻不錯的 東西也算是蠻充裕的啦 蠻多的 嗯 再來呢 我們再繼續往外走走走走走 欸 去到昂露BTS站的時候呢 其實它旁邊有一個新開的 叫做Burger King 嗯 那邊我覺得 個人覺得還蠻好拍照的 因為它的那個造型外觀 跟一些設計 好像還蠻美式的啦 那種風格 我覺得如果 找對角度 跟光線差不多的話 我覺得拍起來 照片應該也會蠻好看的 呵呵 當然啦 你肚子餓想吃一點美式的漢堡啊 雙層漢堡 嗯 Burger King也不錯喔 再來呢 Burger King的旁邊 有一間大賣場囉 嗯 如果呢 你是比如說 大採買型的 小器不能滿足你的話 沒關係 就旁邊的 Lutas 蓮花超市 也有很多很多東西可以買唷 而且它的種類 的確是蠻多的啦 那除了呢 就是買伴手禮之外呢 還有一個 呃 它那邊的二樓 有Food call 嗯 美食街廣場 那邊一樣就是要拿卡 先拿錢 去換卡 然後把錢儲存在卡裡面之後 你就去看要吃哪一家哪一家 然後再拿卡去買 那邊有幾家 呃 雖然雅美講 吃過了蠻多天的 有幾家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比如說 呃 在裡面的一個 呃 在裡面的角落 然後賣炒飯的 那個牛肉炒飯很好吃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咖哩雞腿飯的那個薑黃飯也很好吃 還有海南雞飯也很好吃 這邊推薦給大家囉 那如果你剛好看到這支影片 你也有去Lutas的話 欸 推薦我推薦我 哪一攤哪幾攤 好吃的 推薦我一下囉 因為我也想去吃吃看 嗯 好啦那這麼說完的話 這附近周邊呢 都大概差不多講完了 其實也算是蠻便利的 那當然我要講的是 BTS昂露這一家 它是綠線 綠線的話呢 其實我要往 呃就是市中心 比如說 呃 BTS昂露這一家 這邊的話也是蠻多 就是蠻順的 很快 那再來是往下面這邊的話 其實也有一些像芒雜阿 然後烏冬薯阿 這附近的 我都覺得還蠻多咖啡廳 還有小吃可以吃的 都還蠻不錯的啦 這個 這一區的生活機能 真的都還蠻不錯的 嗯 說了那麼多 還有一個地方 算是我 呃 小小天地 比如說呢 就是我們在往前走走走走走 記不記得我之前也有拍過一隻 呃 七十七之一 那個巷子裡面有一個 我很喜歡的是 呃 它還是涼拌歪頭魚 面前 呀 我就蹲在路邊吃的那個啊 那個也很好吃 不過在去那一個 七十七之一巷之前呢 有一個地方呢 我可以推薦給大家 叫做 Ang Nu Square YES 這裡是個露天廣場 然後呢 有很多間 很多間小店鋪 然後有露天的 也很 呃 就是適合可以買一點小東西來吃 它除了吃的之外 也有幾間就是 服飾店啊 指甲店啊 什麼的 也蠻不錯的 所以這邊推薦給大家囉 現在 說了那麼多 你看天色也是有一點點偽暗了 代表什麼呢 就是 鴨妹講肚子餓了 要來去吃換了啦 呵呵 今天呢 就帶大家去 Ang Nu Square去找吃的囉 要吃哪一個料理呢 我也不知道 我們先來去看看嘛 GO 好啦 我已經進來這個Ang Nu Square了 然後剛剛走了一圈 因為它賣的食物 比如說都有那個 韓國的 日本的 當然也有泰國的菜式料理 那今天我也是一樣點的 我從來沒有吃過的一些料理喔 那有哪些呢 第一個先跟大家介紹 它是 嗯 像是炸雞柳 炸雞柳類的 然後這一個口味它是 洞陽柳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是辣味的 然後再來這個是 起司的 那八隻的話 總共是四十九太粗 那我剛有問老闆娘說 如果它的味道不夠 不夠重的話 我想要加一點 多一點粉 可不可以它都可以的 嗯這個就還不錯的 因為很適合重口味整個 那再來這個呢 它是算是 就是那一種 嗯 墨西哥捲 也不是墨西哥捲 反正就是捲餅之類的 那裡面呢 我是選擇 放雞肉的 那再來這個呢 嘿嘿 它叫雪哈 你常常來泰國的時候 看到一些攤位 不是都有賣這種嗎 這種 格紋的啊 紋路的啊 那個海鮮的話 叫什麼吧 我也不知道 後來我知道它就叫雪哈 那雪哈的話 它裡面就是長這樣子 因為我剛剛是為了要打開來拍照一下 它的顏色就是有點深色 聽說啦 吃了這個是可以補血的 然後一樣就是放這一種 哇 就是那個海鮮醬 很厲害齁 那這個的話 跟大家講怎麼吃 它就是要用菜 然後去包一點點 嗯 米粉 然後 跟這個雪哈包進去沾這樣子 好好吃喔 這個有曾經就是 泰國的阿姨 泰國的媽媽有都給我吃過 然後我覺得很難忘 所以今天看到我想說 我要再來點來吃吃看 再來一個這個 嗯 你一定會覺得說為什麼我到泰國來我要點魚呢 沒錯 因為本人呢 在下呢 到泰國來沒有點過這樣的大魚 所以今天要點這隻大魚 它大魚價錢有一點點貴 要250泰銖 所以啦 這邊整體的整個價位來看的話 都是有偏高一點點的 一點點 可是 選擇性也比較多喔 在這邊就提供給大家參考囉 首先先讓我喝一杯吧 有點口渴 好脆搭 好 那我們先來吃這個好了 它這個是起司口味的 然後它有附沾醬 我先這樣吃一個喔 嗯 我覺得它不胖耶 是蠻好吃的 因為我剛剛說就是 泰國人在炸東西的時候 它的外皮啊 很強啊 我真的覺得它炸東西很強 很厲害 還不錯 來 先跑旁邊 再這個 它其實蠻大塊的耶 我剛剛看一下 八塊四十九 你看喔 如果像是這樣子 整個整個整個 它等於是一個大雞排的概念 然後大雞排的話是 四十九五十 差不多嘛 應該是那個價錢 還不錯 其實它把它 雞排切小份一點 然後一份就是別的口味這樣子 嗯 還不錯 嗯 中陽共口味的還蠻特別的 辣味的 嗯 總體來說呢 它其實 就像是吃雞柳 的口感 然後外面呢 它裹上那個麵包粉 酥酥脆脆的口感 就像你覺得說 你有吃到炸的炸物的感覺 你可以 嗯 如果你很怕 吃炸的會胖 然後該怎麼辦 你就點這個雞柳 然後外面這樣吃一吃 就可以解 解殘一下這樣 不會吃太多炸物的感覺 還不錯 然後來 這個 它這個就是其實是這一個 你如果來到這邊 你點了東西 點完點完的時候啊 你看你要先給錢 還是不先給錢 要是我 我都會先給錢嘛 這樣子等一下我才不知道 我哪一攤還沒附的 因為剛好我就點了點了 然後它就說 它會到 它會直接送到我的桌上 我想說 我在還沒有選定座位 它怎麼知道我做哪一桌 嗯 它們知道你做哪一桌 呵呵呵 這也是蠻厲害的啦 好 來 這個 看吧 我先這樣試一下 我剛剛還有點一個 泰式送當 還沒來齁 這樣 哇 那邊很多人在看我 就覺得 有點 太修了起來了 啦不管了 照吃啊 嗯 因為我剛有問 我剛有問老闆娘 說他們的料理哪一個 比較多人點 就這一個 滿好吃的耶 因為它醬料很多 吃起來不會太乾 嗯 然後它的醬料是屬於比較像 泰式的醬料嗎 有點像我在吃 草河粉的醬料在裡面 嗯 還滿特別的 西式的 料理 可是內容的 那個醬料卻是泰式的料理 嗯 還滿特別的那種感覺 好吃 這個 還不錯 那我沾這個 哇 這個 你想要重口味跟辣的一定要沾 這很好吃喔 這個 酸酸辣辣的 好吃 推 推一個 再來是這個 這邊我先 教大家怎麼 怎麼 怎麼吃 這樣 拿一片菜 然後 其實泰國人都是直接用手 然後 最正值可能就是 還是盡量少用手啦 就是這樣 送掌餅長長這樣 登登 青木巴絲 跟豬肉 烤豬肉 好 繼續煸 這個齁 這樣 放上去 然後 這樣 然後 去放一下 這樣 這樣 因為點了一盤很大盤 所以我們就大方一點放兩顆 這個醬料好像不夠 放多一點 重口味 哇 吃喔 這個吃完了 現在看它桌上是有一點點辣 桌上有很多菜 每一種菜有它特殊的香氣 那我就會選擇這個白菜當它的餅 再來就是放上這個 它有點像是米粉麵線 它是麵線那一種的 所以它很容易吸湯的辣汁 再來呢搭配它這個雪哈 雪哈 特別的味道在裡面呢 它有一股 特殊很濃郁的海鮮味 那所以它搭配起來會非常好吃 所以才會有人想要放一些海鮮醬在裡面 那海鮮醬就是又酸又甜又辣 那其實吃起來就會覺得整個很清爽啊 很刺激很不錯 所以我這邊推薦給大家囉 就是你要一邊吃 看怎麼吃 然後加一點進去這樣吃 嗯 了解了嗎 再來這個 魚啦 我從來沒有吃過耶 你看它裡面 它有放這個 這個是香茅吧 就放一些香料在裡面 然後外面會裹的一層 應該是鹽巴吧 所以通常外面沒有人在吃 那個皮的 然後它就會一樣附給你一樣就是海鮮醬 哇塞 你看它很快就可以撥到旁邊去了 這樣這樣這樣 哇 骨肉分離 沒有 皮肉分離 一下就下來了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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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塊的魚吃起來就是肚子啊 很過癮啊 還不爛 然後一樣可以 自己搭一些菜啊 然後 邊吃邊用 就是口中的味覺 有不一樣的味覺的感覺 所以就可以鬆塞一些菜 然後鬆塞一些醬這樣子 覺得不錯齁 再來 嗯 這個 它是 宋當 然後可是我是把它加 烤豬肉 嗯 嗯 好喝好喝 它的肉比宋當多耶 阿得阿得阿得 這樣 好吃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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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一般我們吃 宋當它就純粹就是可能是 嗯 新木瓜絲 然後很一聞的 那裡可能會放 玉米阿 或是水果 然後它就放一種 烤豬肉 然後那個豬肉吃起來 感覺是有肉的感覺跟 青菜 清爽 因為它不是熱的 它是涼拌的 好吃 這個 可是很辣 皮 皮皮都噴出來了 難怪啦 我有蠻多朋友跟我推薦 就是 安倫斯区這一區 他們說如果你住在這邊的話 其實如果你有空 你可以跟朋友約來這邊 就是吃吃飯啊 去聚會這樣子 那今天這樣走完這一招 也實際上來這邊吃了一輪之後 我發現它的東西是 嗯 還OK 還可以 酒內多 口味也多 然後你要吃任何的口味料理都有 所以我覺得住在 安倫斯匙 嗯 真的蠻便利的對不對 你會這樣覺得 有齁 還有如果你吃完了這邊 不要急著回去 你再往那邊繼續走 就是我剛剛說的 七十七之一項 那個方向繼續走 那邊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嗯 那邊的貨非常的穿密服 如果你有體力跟你有臂力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扛貨扛回去 嗯 沒有啦 其實在誇斯匙的那個七十七其實也東西滿足的啦 只是說如果你真的是購物重症患者的話 也許你就可以在這邊先找一找 然後再踢過去喔 嗯 希望今天介紹這一集呢 你會喜歡喔 也真心啦 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安倫斯匙的這邊 一些吃貨地 還有一些周遭便利的一些地圖給大家 希望大家呢 如果有機會住在這一區的話 選擇寬土 嗯哼 你不用怕餓啦 你也不用怕買不到東西啦 選這邊就對了 希望你會喜歡這一集喔 想要知道更多亞美甲的泰國資訊 請記得訂閱亞美甲 Youtube跟粉絲團喔 掰掰 掰掰 鴨子